布仓细节,先抄底再积累,先重仓后倾仓,在外汇、黄金、原油、期货等双向投资交易中,仓位布局细节安排如下,假如遇到数十年一遇的抄底抄顶机会。 重仓抄底,重仓指的是资金规模足够大,并不是加高杠杆,即使机会诱人,也不能超过五倍的杠杆,数十年一遇的抄底抄顶机会并不常见,但波段的抄底抄顶机会却并不少见。 同样,重仓抄底,重仓指的是资金规模足够大,并不是加高杠杆,即使机会诱人,也不能超过五倍的杠杆,即使有浮亏,也要信心坚定的持仓。 直到顶仓和底仓持稳后,走过一段安全距离后,再开始加清仓,回撤加烧重的清仓,突破加烧清的清仓,资金量轻重是根据自己账户内资金规模来判断轻重的。 从资金仓位的布局开始,直到仓位结束后落袋为安,整个过程,整个布局,三维框架来看,顶仓布局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大结构,里仓布局是一个正金字塔的大结构,这有什么好处? 这是在处理人性的问题,心理学的问题,人性是相通的,亏损会死守的,盈利会快跑的,死扛不该死扛的亏损,应死扛却没死扛的盈利积累,心理也是相通的,人都是恐惧的,焦虑的,总是担心亏损, 总是恐惧和焦虑的持续的浮亏,而不敢坚定信心的持有长期仓位,道金字塔和正金字塔的大结构,刚好解决了这个人性和心理的大问题,即使回撤,整体仓位是浮营状态,让人更有信心的长久持仓,直到丰厚的利润积累到足够大时,才平仓竭力。 能够完成实现财务自由的长远规划。